每天早上8点半 在广东连江市河淳火车站外 都会聚集少择十几位 多择几十位淡淡军 他们将水果从河淳挑到广西各处售卖 赚取水果实令不同产生的差价 他们基本年过半百 还有不少已是银发族 近日 中心设计者就跟71岁的淡淡军吴金莲 登上9点的火车 前往广西御林市销售荔枝 早上8点10分 吴金莲骑电瓶车抵达车站 在同伴的帮助下 将两筐满满的荔枝搬下车 几点起来就准备这个东西了 4点多 4点多 有时候4点 有时候5点 因身体已挑不动这么重的担子 近两年吴金莲准备了一个平板车 专门用在广东和广西之间卖果 阿神你准备了什么什么水果过去 都是现在都是立即然后就是石榴养好 哦 哪个最好卖 哪去一人 好卖吗 呃 一般般的 准备了多少钱 我不知道啊 这载到门就就就好了 也没蹭过 没有蹭过 大概有大概有99一斤嘛 一般每天都卖得完吗 呃 卖完 一般每天都卖得完 卖完 然后你多少点回来 我现在都很晚 要要回到凉江 都是要10点钟都还没回到河村 有时候 我昨天晚上要10点20分才回到 再回到河村 那吃饭呢 嗯 吃饭几点才吃 11点才吃啊 11点才吃饭啊 晚上11点 吃完晚饭 要冲个凉啊 冲个凉 那你一天睡多少个小时 一般睡三四个小时 有时候睡五六个小时不一定 当天上午98分 火车停靠河村站 停留时间只有三分钟 吴金莲在同伴的帮助下 艰难的将水果搬上车 然后找空位坐下 像这样每天跨省卖果的日子 吴金莲一过就是27年 都是97年就 差不多天天都要来了 是这样的 97年开始 97年就开始拼命地干了 我这是想干 看我儿子 儿子 孙子 还要很多钱用 我自己保持身体健康也有权用 就是怕身体不健康 所以我们干就是 干多干少问题不大 主要是身体健康就行了 时时46分 火车到达玉林站 蛋蛋军迅速下车 将水果拉出站外 身体单薄的吴金莲 选择在火车站前不远处的 丁字路口摆卖 其他蛋蛋军则花十几元钱 坐上摩托车 到更远的地方摆卖 在他们眼里 时间就是金钱 由于水果品质好又新鲜 当地民众喜欢跟吴金莲买果 他从家里带来了粥 忙了一阵子后 就蹲在摊位边吃午餐 当天十五时 吴金莲已卖完两筐水果 随后就可以乘车回家 吴金莲介绍 荔枝是自家种的 成本没算过 但如果按照核纯四元进货 玉林六元售出 差价两元计算 除去车费和进货成本 他每天能赚到两百元 南宁铁路公安局 南宁公安处 湛江站派出所副所长莫鲍天介绍 淡胆军大多是年过半百的女性 已很久没有新人加入这个队伍 由于停靠核纯的客车越来越少 加上现在可以通过电商和直播 带货卖国 淡胆军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 或将渐渐消失